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支战队都比较注重野斧 这边又把皇子搬了 可能觉得一楼在苏宁这边他优先级没有那么高 就知道自己先去搬掉皇子 然后放出了萨拉斯 瑞兹 剑魔 然后让老格爹去选择你要搬什么 那你搬掉剑魔的话一楼拿萨拉斯说完全没问题 包括刀妹啊 阿卡利啊 全放出来了 这个BP感觉最近没怎么见过呀 看一下两边会不会把这些右拼星全抢出来 那我觉得 因为现在其实打野的阿娃风和皇子一边 那么要么你一二楼直接拿猪妹和刀妹的体系 猪妹当时不错 因为猪妹当时拿出来的话 打赛拉斯是绝对优势的 就反正至少保证不管是中路台上路有一条线 是稳定的能够打野过来 赛克就能够拿到击杀 或者说如果不想拿这一套combo的话可以去拿雷克赛 我觉得雷克赛的优先集会在没有就猪妹跟刀妹这样子 双combo的情况下会优先集会高一点 雷克赛加杰斯也是很暴力的一个组组 反正这一盘的话太多OP不可以选 就看两只教练的话等着什么体系 雷克赛和杰斯比较搭配 直接拿下来 非常暴力的一个终点 你想啊 威威这边会拿什么 现在打雷克赛好打的 赵新吧 赵新不错 阿拉夫没了 这边想抢一个泰坦吗 泰坦的话也是RD最近的一个赵坦英雄 你抢带半语是不错的 先打下来 没问题 其实我本身以为会在老干爹这边 会比较期待像泰坦这样的组合 如果说在前三首 苏妮这边没有确定下 Sofart会去拿一首 他比较擅长的莫甘娜 有可能第二轮会直接扳掉 那么泰坦他的操作性其实就比较强 因为本身王干爹的前两首是 其实是偏Poke的英雄 但正面的泰坦手机是比较弱的 刚刚提到一个赵新也直接拿了下来 是的 赵新确实 就是威威这种 就是上场机制比较少的话 确实要给他一个强势的打野 就算抢下来了 然后就后面给团马拿了一个西位 比较稳低 也是版本的宠儿吧 现在赛场上面比较火热的一个英雄 感觉要扳斯脑特兴实了呀 希望拿了能把卢仙放了 我觉得卢仙和卡莎这两个点 要不要多考虑一下 如果是卢仙加泰坦的话 而且老杰也是很擅长用卢仙的 打西位感觉非常舒服 这跟下打当然没办法了 不想让苏宁拿到更多的一些OP英雄 因为现在前三手苏宁表现出来的 他打小规模团战的打野能力很强啊 老杰这边的话辅助也没有亮 看下苏宁是要不要争取一手RT 还是要把赖斯的一些功能性上单给绊掉了 蔡杰斯还是去摇摆 蔡杰斯也拌掉 老杰没有觉得下路压力有多大呀 一直拌上路 看一下老班爹四楼 应该是先出一个辅助 现在拉克斯也是不错的呀 拉克斯不要顺便会不会拌掉 还是继续封锁上单呢 就还在考虑 看一下做班什么 班来是家里奥 可能觉得拉克斯的话 泰坦比较好打的 看一下老杰这手要不要拿辅助 如果老杰这手拿辅助的话 现在双人组是比较难受的 那这边先把阿卡利抢下来 把康特卫留给了阿蒂 这是比较合理的选择 苏宁这边看一下老杰这把要怎么打 卡莎 下路的组合也没有任何问题 如果选卡莎的话 就放弃限选了呀 选卡莎可能觉得就打一个中文系团战了 主要是阵王上面 要么就打先打优势 要么就打团 选来卡莎 其实卡莎打西哥尔的话 前期对线是真的不太舒服的 推不过了 但是打到后面的话 他对个进场其实还是比别的AD都要好 首先他带一个位移 最后要补吸血鬼 对 因为塞拉斯大概的一个鬼没法用 没法前两次用吸血鬼的效果 用塞拉斯的效果很不错 给别人打了一个吸血鬼 他整体来看的话 苏宁这个阵容过于的依赖发育了 下路选了卡莎 同时上路选了一个吸血鬼 这盘苏宁就要拖 我感觉他就要打一个拖子去 看一下老干爹这边怎么想 最后考虑的一个辅助 pick 感觉老干爹这个阵容是想加快解锁的 稻草人 稻草人没问题 因为苏宁这个阵容是不能让他拖下去 而且这边的话 也应该也不会选一些比较转的一个组 首先下路肯定是老干爹的线权 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 而最后补了一手吸血鬼也 让上中野的一个进攻 变得没有那么的坚决 这盘班这个的一个局面还是比较明朗 老干爹这边是想打快节奏的 上下可以压线 然后中野也可以对拼 然后苏宁这个阵容就一个自拖 但是苏宁这个点的话 它拖是有自动的 因为赛拉斯配合照性 是完全不需要阿卡莉的这个赛 这就看拼操作了 赛拉斯单点打阿卡莉 感觉单杀的机会更多一些 我觉得这场的话 两边打野的一个节奏 都会蛮关键的 并且中路这个点 其实对线更多的 这两个英雄的对线 其实更多的还是看选手 操作的一个细节跟状态 但打野如果能够有 比较有效的一个支援 让赛拉斯或者是阿卡莉 前期有了线权对两边 打野的一个野区支援 就是入侵 或者说对上下路的一个包夹 他都会很有力 这一盘的对线期特别的关键 如果对线期假设 就西外和稻草人推起来了 然后雷克赛这边又会保证 双人组的一个安全 那可能广队的双人组 会压制很多的一个塔提的情况 然后苏宁的话 赵兴和 怎么说呢 赵兴的一个节奏 感觉中下都可以配合 赛拉斯啊包括太太都可以配合 这两边的打野节奏都很重要 因为苏宁其实最后补席越轨的话 导致他们后期的团战 其实深海面板是很有保障的 前期的话有个赵兴和赛拉斯 去打一个中期的过渡 但下路这边 如果说被压制的情况 会不会也给赵兴创造一点 前期过来更可下路的一个机会呢 也说不好 让我们跟着梅拉德斯奔驰 一起进入今天的 BO3的第一局 小龙第一条就刷了一条土龙 这个消息其实对老干尼老师是个很好的消息 还有三十秒到达战场 碾碎他们 都跟着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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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没人跟 气势都很强 气势超级强 这个赛季还加入了这个鼓声啊 出击 非常的有特色 一级团的话 两边都还是一个比较保守的站位 雷格赛应该是靠上面去开的 看一下赵兴师技能吧 赵兴师技能来说 两边中单都带了一个电型 但是他少了一个点燃 然后老子这边带了一个计划 其实这对象来说的话 又烈 感觉就是双组2打20烈士 又带了个计划 对拼也不占优势 很需要威威的一个节奏啊 这盘 杰斯这一场是带了一个征服者 因为上半去开 所以下落老门店是能够提前上线的 这盘有一个隐患 是Maple这边如果少了一个点燃的话 中野对拼可能会疲软一些 威威这边拿了一个红之后 看一下这个动作 怎么说 扫一下 这边是看到了 那这样的话 老门店这边双组应该会退下 然后也不是很确定 雷克赛是红开吗 这边的话 威威又去中 想尝试搞一下鱼凯 但是又被一眼看到了 这个集团这两个眼睛 让威威的第一波攻势好难受 其实他应该是知道的 但是现在不敢来的原因是中路第一没线 下了一个阵线 你出一个阵线来同时打出RD的一个被动 这波的一个队拼 抢了两级的一个时机很不错 是 但看第一时间点火好像是给在Climax身上 所以RD现在的血量维持的还不错 实际上也还有补给品 看一下康蒂这一波上半去刷完 继续回到下 也算给到威慑了吧 其实如果威威不往下靠的话 这个两级可能 苏联就不会 其实是绝对抢不到的 张欣去下那一波抢了两级 这个因果循环很不错 康蒂也是往下靠 这盘两面打也真的 比如前面所说吧 就是下路的一个对线情况是非常重要的 一边是苏联想防止 Civil的一个推进节奏 另一边就是想压制一下卡查这个情况 但是雷克赛这边刷一个路线也太舒服了 威威这边只刷了三足 而且很有可能是单抢卡 康蒂这边先刷一下F6 反一个F6很舒服 老子这边带的是个强弓 没有他训练步伐的话 所以夫妻去点了一个饼干 威威又过来了 又来了 看这里 团马 选了一个盾 下了一个治疗 但威威这边好伤啊 他真的是为下路感觉付出了不少 但他的一个节奏 目前来说的话 他自己发育会比较堪忧 但是也算是有效果吧 可以看到老贼前面的一个发育 前三四波边的一个发育是很完美的 其实下路对线的话 前三级很重要 就前三级很容易就是 定出一个下路前面谁能压住谁 所以那一波二级 其实苏宁是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机会 有点可惜的就是 没有打出RD的闪现 如果RD这边交了闪 我觉得赵静再过来会更有把握一些 是的 在这边赶紧推一波 肯定要回家 出装备了 中路这边的话 塞拉斯这边的一个状态很不错呀 现在就吃了一个药 尤其这边已经把药吃掉了 他这个格拉专出门 目前那个状态可能不太敢换血了 来了 先找一下 又想来中路 但是有个烟雾弹不是很好死呀 有E吗 先交了一个闪现 但是他卡下很危险 抬起来就拿下E去 哇 尤其的飞标 他那个一级能cd了吗 而且有一点就是 他其实是想找这个 没问题打一波的 今天把霞阵队已经交掉了 那这波中路是击杀了六级前的一个阿卡利 算是找了一波机会吧 因为有六之后 其实要抓阿卡利蛮难的 老子这边空一波线 非常舒服 康队现在的一个动作不是很多呀 可能想抢个六级 上路杰斯 把Bio的血量打得很低 是的 杰斯前面压一下蝎鬼还是没毛病的 但是Bio这边的一个补刀还不错呀 Bio这边补刀基本没有拉下多少 慢慢发育嘛 反正对蝎鬼来说 他也不会想到前夕在线上做什么事情 就是补刀 但这场的话 其实赵姓几波的一个游走 一波帮下 很有成效 很有成效 你看帮下的一个效果就可以看到 他来下路两次 卡沙反压西娃十几个刀 这就是前面两次的一个威慑呀 这没办法 现在很考验 就是老干爹双组的一个心态 因为他们拿到这个组合之后 他们要一直推线 如果没有拿到线权的时候 还是比较考验心态的 不能着急 这个节奏对新南哥很舒服呀 后期刘正龙现在的局面因为微微的几波的一个游走 很乐观 这边在往上靠好像想越塔嘛 他想去吃个果子应该是 谢鬼这边半选 这边可能也是遇到危险了 赶紧回家补一下状态 赶紧先回 但防下塔兵已经是被砍掉一些了 我两边上台反正都有TP 这波回去也不会亏经验 大家选择还是先把塔下兵吃掉再说 反正下路 其实苏宁慢慢地兑现这个状态就好很多了 等机业起来之后 就不是很怕 稻草人跟Kramer的消耗 主要是稻草人这个英雄 他没有献权的情况下 他的视野就不会有优势 他没有视野优势 他就很难去埋伏人 这是一个一系列的一个问题 看一下老板姐这边怎么去解决吧 我觉得是现在老板姐需要的是 先把下半区视野给做好 上路视野我也感觉已经没那么好杀了 这个局面 出了一个互币 康剧这一盘要做的 我觉得要把下半区的视野做好之后 和稻草人一起联动会比较好 这边打不消耗 Yuki这边的话是稍微的亏一点的 因为现在他没什么心血 Maple这边是有腐败药剂的 而且身上有两块饼干 现在Maple在中路很强势 这边的话 看一下孙女怎么去处理 这个兵线可以反控回来 反控回来 然后VV还在下半区 老板姐这个装子是真的难受 被安排了 真的 主要是到现在为止 雷克赛都没有找到 特别好的路 能够去帮一下队友 对 我觉得雷克赛要反蹲 或者去做做视野吧 以为了去刷的话 其实让线上这么难受 不太合适 选择来下 看一下这部空地配合队友 没有机会 对 看到这边也六级了 但是想先手的话 是苏宁说了算 但这个就只能靠 杀菜去拼 Maple这个位置很危险 投了亚克里大招 同时一局可以往后撤一下 雷克这边一个反蹲 是规避了 Maple的一个风险 但是Less的一个杀很高 后续的话也不敢追了 没技能了 这边如果还有胖的话 应该还是可以去消耗一下的 反而是杰斯找到了一波机会 来中路支援 因为毕竟前期的话 他肯定是有线权的 在面对吸血鬼 但总的来说的话 是杰斯亏了 杰斯亏了一个闪 还在 Maple这边手捏 一个闪现 没什么蓝 但成功脱了线之后 可以回家了 这一盘苏宁的中下的 这堆线太舒服了 没压力 而且上路的话 其实也不算难受 这么舒服 其实朗杆杰很难受 前面说了 朗杆杰这个阵容 需要打节奏的 他毕竟 怎么说呢 就上野 就是雷克赛和杰斯的话 这上野这个组合 需要打优势的 RD的位置被视野看到了 老人确实这波到六的话 可能是想配合雷克赛 搞搞事情 但斯马老的这边 是双招在手 而且有个进化 赵新这盘的话 节奏很好 而且补刀的话 也没有落下 这个法语鬼 对于苏妮来说 觉得太舒服了 下路本身想到 这个剧本并没有发生 卡莎现在压刀 已经就是二多刀了 对 就前面所提到的 就一开始 我就觉得两边的打野 谁照顾下路多一点 会更好打这一盘 RD这边也是 终于憋到了六级 看他在 视野烈士的情况下 能不能找到机会吧 刀草人 他只要是先手到 先手出来 感觉还是 侧面比较大的 再往中靠 但是没有把手里 一直有闪 同时 苏妮的一个中 一个野斧也赶过来了 这要超过三打三了吗 已经开始吃大招了 但是这个位置的话 比较安全 看一下 雷克在这边 也没有闪点 那个距离 鱼可以这边 加了一套技能 逼出了闪现 后续孙宁这个爷爷 一直在蹲着 张欣贤走出来 想开团吗 闪现一勾 闪换闪 并没有爆发人头 不过这一波的话 看得出老干爹 确实有点着急了 下路找不到节奏的话 想来中路 哪一个人头 确实想尝试一下吧 但Mepo这边 也是意识到的 第一时间往后 拉开了一下距离 没让雷克赛闪顶 如果雷克赛闪顶到的话 Mepo应该是必死的 那这样 同时两边打也互换资源 到场没有大招的情况下 直到下半区没法打了 所以说康吉 赶紧第一时间 去上路拿先锋 节奏是比较快的 火龙通 是微微 是顺势拿下来 我觉得下半区 没有打到节奏 能在上路 能扣下下 我前方绝对狼帝来说还不错 但是这边 没法已经过来追 不想给啊 这个时间点的话 泰坦第一时间赶过来了 节奏和Yuk也赶了 看一下这波 但是是四打三啊 狼帝这边想 我觉得不太该打了 狼帝被勾了 被勾直接秒了 那这个先锋只能让了 这就有点伤了 这感觉沟通有点 沟通有点过于犹豫了 犹豫了主要 看到泰坦的第一时间 应该是撤的 泰坦有这就有大招嘛 然后你这边辅助不在的时候 放下第一时间撤 应该没那么多事 但是还是想尝试一下 我觉得他的想法应该就是 能帮上路去转个塔 让杰斯这边更舒服 嗯 杰斯只能是压了二十刀 但是二十刀 没什么实际 实际性的一个进展吧 就凭二十刀 泄坦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阿滴下一个大招也快好了 那整体的一个视野太难受了呀 就刀草人选出来的话 你一定要保证 你的中野是优势的 那这样的视野好做 但现在老干爹的中野 各阵亡一次 局面非常的僵硬 刀草人这种 在这种局面下的话 是很被动 很难找机会 这波围来到下路 实际上带的是峡谷先锋 嗯 十二分钟前可以吃塔皮了 直接叫了 但是这个雷克赛在上半区啊 那下路这边有可能会推掉啊 看一下 阿卡利在中 雷克赛在上半区 这个塔 起码吃三色层 甚至要放了 甚至要放了 这节奏太完美了呀 伊雪塔13分钟 不到的一个时间 直接推了 来 叫一个大招赶紧溜 这边比较危险 这下半区 是绝对的一个劣势 苏妮这边取得 很不错的一个效果 13分钟 老贼单吃伊雪塔 这个卡莎真要几飞了 海洋道出来的时间 会非常的早啊 但这场确实觉得 就雷克赛没有能够找到机会 帮一下队友在线上的 一个发育是比较可惜的 其实 阿尔塔也有一头 但不管怎么说 西威尔这个英雄 是属于那种 你给我一点时间 补发 补发有能力非常强的 对 可以让他再刷一会儿 这个时间点 西威尔在下路 对老人家来说的好处就是 可以让这个稻草人 去配合打野 再做点事情 这边小两线的一个经济优势 嗯 下调又是风容 下调风容的话 老贼也没有太多的理由去逼团 看再仔细看一下吧 这个 苏宁这个阵容的话 到了后期 真的是拖到中后期的话 老贼这个阵容真的 蛮僵硬的 阿尔这个位置 很风骚 但是没法也是靠着上半区 没什么机会去跳 同时上路这边失手了呀 转向的 转向的一个速度特别的快 上路这边的话 杰斯赶不过来了 只能放掉 防个塔肚子 那经济上面来说 苏宁这边是吃了800块 老干爹是160 上路也是直接推掉了 反正这样经济的优势 是直接来到了4000 可以看得出来 微微上场之后 这个效果确实很不错呀 而且这波转向 感觉老干爹稍微有点迷 因为第一时间 其实下路上路线 已经往上路靠了 嗯 就如果把西威尔跟 就是稻草人 直接往上路放的话 上路不至于会掉 而且杰斯其实 他有30个捕刀的压制 其实他在中路 去稍微发育一下 感觉吸血鬼 跟塞拉斯 是不敢去硬拿 这个中路的 那就看苏宁怎么去 推这个中路塔了 其实老干爹 这个中路塔 是很难推掉的嘛 如果不出去进攻的话 这边下路 苏宁这边也肥在埋伏 这边下路三打三了 但是苏宁这个埋伏的 这个位置非常的棒 先放一个吸血鬼 出去探探 就刺探一下 实际鬼不怕被卡点 但听到 听到的话 还是想秒 结果这边很危险 被秒了 阿卡丽拿下尘头 但是雷克这边又连 后续的话 阿滴这个位置 很难受呀 一定 Maple反达双杀 苏宁这个反对 这个位置太爽了 老干爹这边是想 真的想搏一下的 他是知道 看一下 雷克这个位置 手里闪现 比了一个闪现 但是又回来了 但是这个位置太尴尬了呀 只能拖延一下时间 同时 西威尔在中路 也是被突破掉了 还在走 雷克这边想送他 但是没有送唇弓 时间不够 Maple已经接近暴走 中路这个塔也能推掉 中路跟上路 做了一波互换吧 因为杰斯其实在上半去 也带了很大一波兵线 这波节奏终极加快啊 老干爹确实也觉得 这阵容 前期劣势的话 也不能拖 但是拼了一波之后 效果确实 不太理想 雷克这边也是干招机 他其实上路的一个对线 其实很成功 这里 加了一个闪现 这波过来 有点危险啊 但是下半去的话 刀新又是把风波给拿了下来 看一下下路的这一波 这一波是听到了 听到RT了 但是听到了 锁到了 但RT已经大招先手了 人家恐惧时间太久了 只要是这稻草人 让吸血鬼 没有可能能够放出机能 他卡下去 跟吸血鬼的话 确实风险比较大 中路这边的话 也是老贼 几乎算一个大杀 因为老贼应该是平A 打出了被动 直接开大招先手 这没辙 这老贼太肥了呀 希望这盘是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而且老贼这盘是出了一个磨 磨蹭利润嘛 就是他一个第三件套 他应该会出火炮 火炮的速度会特别的快 17分钟已经这个装备了 这顶不住呀 两件套加一个攻速鞋 确实是超时间的一个发育 但是现在 苏宁依然想要在野区找点事情 这一定是听到了 但柯你还要过来吗 赶紧钻击刀走 人少啊 但现在单线的话 杰斯是有一定的优势 而且他为了就是保证自己的一个发育 和对吸血鬼的优势 他就做了两个小剑 做了一个小的硬膜刀 和一个死云轩杠 装备还是蛮豪华的 但是整体太被动了 就像前面 所以赵新来下路两波之后 就感觉这个整场 视野战真的很难打了 视野战打不了的话 刀层就算是小费吧 想反一个红 比较没挂到 这边就算了 成功反了下了 视野其实不知道 究竟赵新跟卡莎的一个位置 不过这一波打完 其实老干爹现在需要招一下 击的原因就是 中下两路 双C的一个发育 是超时间的 但是上网吸血鬼 又属于一个 可以往后拖的 一个团战英雄 后期的一个保障 对 现在老干爹 我觉得他们 真的不能做一代地 我觉得要么他们 就围绕杰斯 去反对一下 这种带来节奏 看能不能试图 把节奏掌握在自己手上 我就找一路埋伏一下 主要现在这个局面 苏林的双C又很肥 然后占据主动权 的情况下 如果硬着头皮 老干爹野虎去抢 正面的视野的话 是很难 是很难去占便宜的 所以说他们 如果野虎去边路 反对一下 或者抓抓边 可能会有 不错的一个效果 看他们怎么选择 苏林现在的一个优势 确实很大呀 19分钟 五千金击两条龙 开始做上半区的 一个视野了 泰坦在野区 没人敢过来 老干爹上面去没有什么 防守的一个眼位 就F6那里 布置了一个真眼 阿卡利是嗅到了一丝危机 直接回家了 没办法 因为现在整体 视野的一个缺失 可能导致 老干爹这边 靠道头人的一个先手 也比较难 苏林这个分线很漂亮 就是他就放蟹鬼 自己在那里 一个手塔就可以了 因为蟹鬼他现在没有战斗力 被抓死又被抓死 他就围绕Maple最北的那个点 我就反正这个Maple Maple一直推线 老干爹也不敢去抓他 由于这个分线的话 老干爹现在真的是没什么办法 看一下 蟹四想自己单推这座塔 但是蟹鬼现在已经 清线比较快 但杰斯是需要很小心的 就上面 就只要老干爹报了 苏林密斯肯定他要后撤 杰斯现在发育非常的好 但是在AD这个点上 其实落后的比较多 我们看一下 我哈比给的一个数据 男爵控制率在春季赛上面来说的话 老干爹这边是占据了45.1%的 而两个队伍其实在击杀了 第一条大龙之后 春季赛的一个胜率 比较接近的 老干爹这边稍微高一些78.6% 苏林这边有个73.3% 这边找到机会 五人抱团试一下 但是这个阵容难就难在 师爷没有优势的情况下没有开团啊 师爷有优势 盗草人可以开团 师爷没有优势的话 盗草人看不了团的 只有这个地方 想打 想走 苏林现在是说了算的 那师爷又看到了 只能找一个人 感觉在边路稍微勾引一下 然后盗草人卡在一个什么草里 这样子比较好操作 这分出头老贼三件套了 这个伤害来说的话 他只要不被老干爹先手到的话 他这个伤害真的是看不懂 想紧三千的一个优势 全少 肥得流油的男人 现在还没有让他去打一波团 爆发一下他的威力 没打起来 不过他这装着挺脆的 就是如果被先手到的话 也可能被表 看一下浮意老干爹想找机会 没有视野 想捅上来 但是反正这个位置还不错 赵老星这个位置很危险 要被秒了 后续的话 阿卡丽想单切 斯老贼斯老 这边交一个大招往后撤 鱼克这边还在 疯狂操作 但老子这边一次性会快点了 同时正面来说的话 没有把这边挡不住了呀 赵老星交一个小招往后撤 没有想越他 但是 烧出事了 最终这波团队是三换三 主要宋明第一时间 右侧是没有视野的 就左侧是没有视野的 不知道赵老星就已经上了 鱼克这波立功了呀 老子这波是最强的一个战斗力 但是 前面说了嘛 他很脆 阿卡丽几乎是把他单杀 互换掉了 所以这样的一个机会 其实对老干爹来说 现在是需要把握的 这 很难把握呀 这个把握的前期是 苏宁要先手 其实你看 这波是老干爹反手的很漂亮 他的阵型得非常的分割 然后爷府已经上了 没有人去保 这个卡丽 这边赵老星这个位置 看来其实还不错了 但是鱼克这个位置 一套伤害打下来 老贼差点压了命 还好是换掉了阿卡丽 从至正面这波 对后也有电骚 打开了 这波打开了 卡塔 有点过分了 他老是觉得 西约鬼也会 逆时间跟他吧 但是 并不是因为没跟 就只想去推这个 中路的塔 反而这波塔还没推掉 是的 结果是老干爹 打回了一点一点经济 但是 目前局面也没什么改善 李卡莎可能要上春歌了 这吧 他唯一的压力 就是来自于这个 Yuki 对 但他的脾气 管理老贼的脾气 不一定是春歌 看他心情了 我觉得 比较崇尚暴力 后绝隐魔 到底可以 稍微给点尊重 对吧 因为刚才Yuki 对吧 但是他只要注意到 Yuki的位置一切了 因为老干爹 这边这阵容 几乎都是AD爆发 他只要是 看到Yuki的位置 就可以了 我们黑暗上角 已经出现了 峡谷外面 机械与一线之上 这条线的一个 差不多 九一开 确实是因为 苏宁的阵容 是后期阵容又优势 差距还是比较大 但看下老干爹 两个人 这个位置 对的位置很风骚 但是苏宁这边的话 也是没有往前压 先坐下河道的一个视野 因为野府肯定是在 苏宁这边先派过来 做视野的嘛 能开到 其实伤害第一时间能怪 但这边苏宁也知道 上一波已经 有点伤了 所以不能再复刻 就不能盲目先手吧 老干爹这阵容 确实反手是有条件的 这边想打一下龙 打龙速度没有那么快 康宁这边是看到了 想当着康宁这边 这样打龙的话 是有点风险的呀 苏宁这边也是觉得 先做的视野在说 这波 虚空锁地如果锁到的话 康宁是很危险的 现在老贼可以单杀任何人 除了阿卡丽 阿卡丽要给点尊重 来了 泰坦想来一波绕后 上半区 今天看到蛇射绕后了 蛇射也往后退了 这事也是比较谨慎的 也是让杰斯过来了 不让他继续在下路带线 随时可能会打这一波 这波团战应该是能决定 比赛的会什么时候结束的 难受的一点就是 稻草人需要卡在一个 你不知道我在哪里的地方 所以他不太敢到大龙去做视野 这波龙团的一个攻势 如果老男兵守下来的话 可能变数会比较大 如果苏宁很顺势 拿下这条大龙的话 可能会结束得很快 因为他们现在 后期阵容现在 初步已经发育的都已经很不错了 一波打一下 可能两边坐了很久 演了都没什么演了 赶紧回家补一下状态 补一下演盒子 苏宁这边其实也没有那么的着急 反正就是稍微再等一下 这样大路过 对 他可以等下小小了 慢慢拖 越往后拖胜利越高的 虎宁这边也是尽力的补一下发育 前期被照顾太多 现在补刀的话一直维持在一个不错的补刀吧 他现在也快尽力三件套了 现在男爵的一个视野 老干净是很难受的 抗拒这边也是赶紧回家补一下装备 出了一个秒表也是怕被开团 嗯 反正绝下波 龙坑里 一攻 必闪现 这个视野真的太难受了 还好是海克斯 我对他来说 闪现还是比较关键的 现在老干净这边能够抓机会的先手 只有这个稻草人 苏宁已经懂了 就上一波打完之后 他已经不会贸然过来 跟你强行开一波 他觉得这边好像被抓了 是 老贼这个伤很高啊 赖紫走不掉了 同时老贼拿下人头 后续这边没法被抓单 没有这个位置 看了个秒秒 但是金氏是要等死的 金氏等死了 人头是给到了扛币 两边互相抓一波 但中路这个二塔失手了呀 同时苏宁可以转下二塔 这一波老干爹的话 可能会亏两座塔 这波的话苏宁还是 主要是整起了一个兵线 是优势的嘛 领先两座塔 苏宁还是很赚的 这波转线还是比较灵性的 下路知道杰斯带线 可能缺乏视野 就来抓这个杰斯 西威尔这边是已经 憋出了三件套呀 但他的输出环境太差了呀 苏宁这边的AP是很高的 他这边一点魔靠没有 没办法太穷了 上一波是Maple主动的过来找架的 嗯 Maple可能觉得老干爹的人 也在下班去反动杰斯 但没想到就在上路抓着呢 很难受 老子这边的话也是 比较保守吧 尊重一下阿卡丽 出了一个女魔招 他现在任务就是团战 活着就完事了 只要面对阿卡丽 我只要不死 对他只要活着就行 因为现在整体的一个输出 苏宁是碾压的 火龙要刷了 这一波老干爹 接不了 感觉不太想过来 接不了 然后放了也很难受 这就是进退两难的一个局面 Maple这边 偷了一个阿卡丽的大招 这波更打不了了 只能退兵线了 现在整个局面 对老干爹来说很难受 而且时间也不会够 他们去换一条大龙 老干爹现在只能等苏宁 苏宁自己失误 苏宁现在不失误的话 老干爹就没办法 不是想打吗 那肯定来不及了 嗯 我觉得还不如去大龙去 把大龙的事业抢回来 抢也没辙呀 主要是抢的话 老干爹这阵容 打了苏宁不快 就很难受 现在只能等苏宁给机会 那苏宁现在的话 那这个运营的一个指头 真的是不着急 慢慢倒 很稳 上中两路的 这个精神已经做出来了 然后打野照片身上 一直是捏着一个秒表的 马哥是补了一个无尽 因为上前肯定各种多 然后有一个小的隐魔当 太肥了 太坦也有个表 现在几个位置 其实相当于都有两条命 马哥这算是领先了一个摩切吧 无尽可能不太够 领先一把摩切 像现在的装备 其实对老干爹这个阵容来说 就随便打 随便秒人 看一下啊 领先两千多 确实领先一个摩切 中路只能小开 但是老干爹应该推得比较快 开始要看太坦这一勾了 第一时间那个墙 应该是卡住位置 但是勾不到杰斯 有视野 苏宁现在打得太稳了 他领先的已经十几分钟了 但是只小尝试了一次 让男爵 终极谨慎 完全不给老干爹这种 有意外的发生 现在开打了 打了速度其实是蛮快的 现在装备都特别的好 光是AD跟上单再打 就已经打掉半条穴了 是的 这个局面 康地感觉不太好抢了 太坦了 这面被勾了 同时背秒 这个大龙应该是能睡 是打下来 这没辙呀 苏宁打得特别的稳 是也做好 直接抓是 掉男爵同时 现在这波可以推进了 上路二塔应该要先放掉 是 这边先过来 阿迪很憋屈 反手一个坦克斯闪现 目前为止 这不想打吗 反而这边好像被不明 岳无音给打到半血了 那这波只能放了 只能放二塔了 现在男爵收益 摸完这个塔应该会更高 当时就已经三千了 但这波团打完 这场比赛感觉老干爹是有点难以继续 主要是苏林确实这盘打的节奏特别好 他前期的话 赵信牺牲了一定的发育 保中下的一个 保中下的一个补刀 同时呢 就打出了优势 对 中期也没有给老干爹机会 中期 你最难受的就是 对方在领钱 然后对方在和你打太极 你是真的没什么办法 尤其是老干爹碰到这种 他只有单开团的一个阵容 老干爹现在是满装备了 出了一个大野魔刀 已经很难死了 血鬼的话是 法穿鞋法穿棒都已经在手 嗯 现在装备也是很淘汰了 唯一可能说发育比较难受的一个点 现在已经可以去参团 是的 现在三路齐推 顺利这边也是中上两个TP 三路一起推 老干爹现在感觉需要 就开一波试一下吧 开一波试一下 如果打不了 确实这盘也没办法 可能高地会是一个机会 因为毕竟现在苏林想的 可能是分推 那分推的话正面可能开一路 人比较少了 因为毕竟 上下这里想抓一下吸血鬼 但吸血鬼这边 这个位置啊 还是拉的比较开的 你中叶这两个秒表靠在身上 肯定要用一下 对吧 你如果一波都不开 这个 经济放在身上 就是浪费了 但是打不打 现在也不和你打呀 中叶这边来了线之后 又失手 确实只能放 这边想勾 没有勾到 现在这边打了一波AOE还不错 现在就只能靠RD 这边先手了看一下 右边这边没有开出雪池 顶起来 能开出雪池 没有开到 到此拿下了人头 那这波暂缓了苏宁的一个攻势 下路算是稍微保重 那下路这边 想越塔了 阿珊还太不动了 这波找了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先手 上路这个高级塔只能放了 这波老干爹的一个双人组是没有大招的 是完全打不了的 那这样应该是放中和放上路两个水晶了 再回到下路 下路的冰鞋也马上就要到高地了 现在这波的话苏宁是想吃三路吗 觉得拉斯还有半分钟是有机会三路的 也不想再往后拖 也不想再往后拖 卡沙状态还非常不错 我觉得可以再拼一下 我点这一下康地已经是完全接受不了了 是不过是这边清兵速度还是蛮快的 那这波想上高地的话 想揪着大龙的尾巴拼一波吗 看一下老师往上拖一下 但这个塔没什么条件去点 现在RD也吃不消这个吸发虚空所敌 主要是磨切的伤害很高 其实现在可以回升四条火龙 或者等中上两路冰线到高地 然后再去压下路 但是苏宁是不想给老干爹喘息的机会 是觉得中上的一个冰线压力 是有机会把下路这个高地塔磨掉的 看一下老队冲上来 应该是放掉了 看这样刀层的大招也好了 但正面在这种大眼瞪小眼的 这种这么广阔的一个局面下 刀层也看不了了 反手 齐尔这边交一个大招 先打一下 所以这边的话目的很明确 不打先拆水晶 这样成功破掉三路 没回来点了个赞 觉得这排的一个节奏 确实把控的很不错 是 这三路冰线的压力 对老干爹老师太大了 上中两路是超级冰 巴普总有时哈皮 不限时男军的收益 是来到了4200 这条大龙是钻的盆满钵满 再反身还有一条火龙可以拿一斤 有两条火龙在身上了 这个局面的话感觉 翻盘不太现实了 这边先跟沈仙打开一个先手 交一个大招 跟上输出 一套直接杀了 一套经典的一个单杀 但后续的话 阿基里面反先手了 但还不错 但斯宝贼还在输出 同时阿卡丽收到了斯宝贼 这波 Maple是满手的一个进场 管不太了 配合性的一个 两个新生很复活 后续的收到阿基里面 也有一个表 但Maple的差很高 他就拿了一个阿卡丽的大招 看一下 泰坦收掉了雷克赛 那这样的话 老板就要被一波了 维维 摆了一个Pose 那么要恭喜苏宁 BO3的第一局 是打得非常的漂亮 才先拿下了赛一点 这场维维的一个初步的登场 没想到这个节奏 马控的很好 这样真的把老贼 安排得舒舒服 小伙子们看上去还是比较淡定的 对于这一场的一个胜利 因为确实他们在中后期的运营 也没有犯太大的一个失误 除了F6的那一波上 有点激进 可能视野并没有特别的严谨的情况下开的 但是后面其实他们在拿大龙 或者说转下去抓杰斯的那几波 我觉得都是打得非常仔细的 是 主要整场的话 可能老干街的一个